善之士 若欲修行 在家欲得 不由在世 所以六子他就把修道的环境 推广得很宽广 不一定要出家 在家欲得 在家也可以修 在家能行 如东方人心善 在家能够修道的话 好像东方人心善 那么在世不修 出家了以后 又被那个现象卡住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出家人 都被一些这个四根象 棒 击棒 所以没有真正的努力的在修道 假如说真正努力在修 那个要按照佛定的倔意 就是不能持了三一一波以外 不能有东西 不能持续 不能欠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出家人 身边很多东西 对不对 有的甚至都有交车 那个不可以 不可以 而且又不能自己只来吃 而且又不能自己只来吃 你看戒律有严 不能自己去煮来吃 你自己煮来吃 换戒 要脱剥 严不严格 为什么那么严格 就是要你成佛 所以佛制定这个戒律 你自己有办法煮来吃 你骄傲 我们都想不到这个细腻的地方 你自己做主意 你就是骄傲 所以佛制定的要起实 就是要降服你那个骄傲的心 这样知道吗 每个人你都会做 你就骄傲 所以他不是不可以做 是不要给你做 为什么不要给你做 要给你降服骄傲的心 骄傲的心一降服了 我像就没有 很不容易做 所以我们偶像都很强 偶像强不强 都自我为中心 对不对 这个就是偶像很强 所以真正的修道者 三一一波以外 都不能有 连吃的东西 你要留着下一餐吃 不可以 严不严格 很严格 就是要你成佛 在那一种现象之下 在那一种现象之下 一无所有 要不要努力成佛 一无所有 才真正的是修道 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 佛制定戒意 为什么要制定了那么严格 就是要你成佛 那既然吃家的就是要追求成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要再贪物质的享受 不可以 所以我们是爱之生 责之切 就希望他们出家人也能够努力的修成 然后众生有榜样 可以看可以学 对不对 但假如说不争气的话 我们就瞧不起他 结果就害了很多众生 没有法可以修 不知道怎么修 没有法可以修